位于北极圈内的瑞典城镇基绿纳 每到冬天总是成为雪白一片 这座人口只有2万左右的小镇 将来却可能左右着欧洲的稀土矿产自主能力 因为就在12日 瑞典国营矿业公司宣布 在基绿纳发现了超过100万吨的稀土矿产资源 这是欧洲目前已知最大的稀土矿床 稀土元素都是质地比较软的银白色金属 包括蓝 饰蒲等数十种 不管是电动车 麦克风 或是各种电子产品都会用到稀土 例如电动车对稀土的需求 就比汽油车多25倍 这主要是用在泳池马达与发动机上 以稀土制成的泳池材料 磁性也高出普通泳池材料4到10倍 然而目前欧洲的稀土完全仰赖进口 而全球更有高达90%的稀土来自中国 因此 如果基绿纳的矿床将来被开发 不只欧洲游望向矿产自给自足迈进一步 也有助于推动绿色转型 瑞典从2023年的1月1日起 担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并且致力于推动欧洲的能源转型 不过若是开采稀土 有破坏当地生态的风险 等待相关的环保评估 就非常可能矿日费时 瑞典国营矿业公司就预估 至少需要10年以上 才有可能开始采矿作业 欢迎新闻徐浩铭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